哇嗚 應該沒有進草叢裡過 所以不知道怎麼出來 影片開始前還是想跟看影片的大家說 台灣有開放無種猛禽可以飼養 不過也必須要有合法的來源證明才可以飼養喔 台灣野生猛禽 不可以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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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蒼蠅的撐鳥比較常見的多為蒼灰色 是一種生性較為敏感神經質的猛禽 一般不建議新手當作入門的第一隻鷹寶 因為訓練需要注意的小細節 各式各樣的眉眉嘎嘎非常的多 除了羽毛十分難照顧漂亮之外 也不適合訓練盤飛觀賞 有比較大的機會 可能會因為訓練不當 造成鷹寶飄屍走丟 不過他們最大的魅力 在於他們的飛行技巧十分高超 速度非常之快 瞬間爆發力極強 在叢林中 鬼沒穿梭的身影 加速與轉彎非常的靈活迅速 更多的是用在鷹獵 以及驅鳥等等活動與工作 這次我們來拜訪一位應有前輩謝大哥 他剛剛接手了一隻很特別的蒼蠅 沒錯是一隻稀有的白蒼 看著潔白的羽毛 瑞麗的眼神 真的超級漂亮 這次我們來跟著謝大哥一起 看看蒼蠅一開始的基礎訓練吧 這叫我蓋上去 這叫我去吃飯 ク webinars 在這兒 contrario 穩在站頭配件 穩著 植 옷 管 Vic 穩在把它劇地 夢 Cash 雷 哦 吐呦 吐呦 阿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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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映一開始的基礎訓練 其實跟哈里斯音很類似 一樣要從短距離的跳拳開始 熟練後也會訓練距離昌映等的AB點交飛 應該沒有進草叢裡過 所以不知道怎麼出來 哈哈哈哈 不過看似一樣的訓練課程 訓練操作的熟練度要求會高很多唷 可能哈里斯音可以讓你失誤十次還不離不棄 昌映或許兩三次就離你而去 有聽過一種有趣的形容詞 有人說 李斯音與昌映的區別就好比平常會開小交車的人 也不一定可以駕馭得了超跑 由此而知 昌映的訓練真的非常的不簡單 一個看似輕鬆的動作 都是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呢 不過是很擔心的 很時間的 很快 … 要吃一點水 太熱了啦 小雞裡面還有一個泡水 哎唷 我還沒發現 哎唷 哎唷 羽毛沒關係不要咬 不要咬 跟小雙一模一樣 欸對啊當年撥小妹就是頭咬伯伯被威嚇嘛 對啊 有找到嗎 哎唷 伯伯被他拔頭 加油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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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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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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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前有提過 鷹帽可以有效的降低鷹堡被外在環境因素影響 讓他們可以更安心與穩定 所以這項訓練 對蒼蠅這種身性敏感的性能超跑更是尤為的重要 在日常運輸的過程中 減少爆衝的次數 可以有效的降低他們羽毛的折損喔 這樣還吃得到 他家有辦法吃 他看不到 他吃到那個地方 他沒來 這樣什麼 他找到了嗎 剛回來的時候還沒開始 一、二天啊 我家給他 他把你釣起來丟掉 他把你釣起來丟掉 哈哈哈哈 下車 他把你釣起來 厲害 啊啊啊啊啊 哈哈哈哈 喜欢这个油脂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更具报红钱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